可以和你家人一起分享 可以一起玩,可以帶給小朋友多一些太空知識 我想如果有小朋友看的話,應該很想看這個 好,大家好 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天是TOYS TV玩具堂,心水平坦的時間 我是Brian O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些比較合家歡 或者叫親子都很適合小的 介紹的是Coby的職幕 但這次的職幕是比較兒童向的內容 但也不是很有鞋玩的 這段時間大家經常在家居保護自己 小出街 家人都會多的時間相聚 多的時間做一些以往少的工作 其實砌職幕也很適合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去做 好,我介紹一下這個系列 先拍一下 當然一間有主觀鏡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登陸月球的機體 另外就是 一架 美國NASA的穿梭機 我介紹一下 穿梭機 和登陸月艙 我介紹一下 先說一隻穿梭機 其實這個Coby也有正式授權 就是Smith Sunnian 我也不知道讀得可不合英文 因為這個字比較厚 中文就是史物心理學會 或者叫做史物松學院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一個非官方 但也接近官方的 級別的國家博物館的 群體 加研究院 總共有19個博物館 加9個研究所 所以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大的 博物館加研究院群 但是好處就是 他們的入場費是免費的 就是當年一個著名英國科學家 捐錢出來 就是Smithson這個科學家 捐了一筆款項 在1846年成立了這個博物館群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牽涉到科技 所以在裏面 我們其中這兩個 為什麼要經這個學會 或者是一個機構去拿這個 因為其實在博物館裏面 其實是放了這個登月倉 這個博物館群和研究院裡面 其實是放了很多這些 真實或者複製品的 實物的 這一架穿梭機 就是Discovery發現號 就是美國第四隻的穿梭機 當然 甚至砌積木都學到東西 這些都有他的一些介紹 講一些簡單的歷史 相信如果上到博物館的網站 你會看到更加多的資料 這架博物館我沒有時間去找到 其實它是否會有實物 或者是一個複製品 但我估計應該是有實物 因為通常在我的博物館 是非常大 應該會裝到 不然也不會有這個 通常都是藏品才會有這個 原來呢 這隻是第四隻穿梭機 大家知不知道第一隻穿梭機是什麼 大家都可能會想到是哥倫比亞號 或者是挑戰者號 哥倫比亞號其實是第二隻 第一隻原來是Enterprise 企業號 但這隻還未正式上太空 自己上太空 就是哥倫比亞號 跟著是挑戰者號 其實這隻叫第四隻 其實可以叫第三隻 就是真正正上太空的 就是Discovery 就發現好了 好了 講到產品了 這個呢 其實數量不多 352塊 很少 不說很少 一個太空人 這個就是兩點 我自己覺得 有些活動 玩法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另外第二隻 另外第二隻呢 就是這隻阿波羅11號的登月倉 這個呢 真正正正是 如果阿波羅11號 就是登陸月球的登月倉 好嗎 這個呢 在博物館裡面 據聞那個 就不是原本那個 就是一個複製品 那時候一些博物館裡面 都未必是擺完 我曾經去過一些 擺恐龍 或者一些很珍貴的博物館裡面 看到一些東西 原來呢 展示品很多時候都是 真的是展示品來的 不是真職來的 可能是複製品來的 為什麼牽涉到保安或者保養問題呢 但通常你都留心 都要看它寫明是保養 就是展示品 複製品還是真品 這隻呢 據聞也是複製品來的 阿波羅11號 應該就是登陸月球的倉 顧名思義 370塊 有趣的地方 有兩個太空人 好玩一點 還有當然它有些活動的 兩款都是活動的 我覺得是適合一些 年紀小的朋友玩 在這裡寫六歲 六歲家 這個牌子 如果大家沒看過 其實就是歐盟一些 歐洲廠 即波蘭出的一個職目 有正清授權 安全標準的那些 全部都可以跟歐盟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但當然最近我都發覺玩的時間 有些是有些尖一點的 尖手一點 那些就小心一點 但我沒有發現 這兩款是六歲左右 可能它的每個標準不同 這些可能它的QC會好一點 或者在角尖位 要小心處理一點 詳情和大家有機會再慢慢分享 如果有一個其他節目 最近DID出的秘錄太空人 岩翅塘 Bus 那幾隻 其實正正就是這個 阿波羅11號 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的 登陸倉 就是這個阿波羅11號 歷史性1969年的 這個就是阿波羅11號 登陸月球 好了 講到這個阿波羅11號 就是首個登陸月球的 登月倉 這裏有兩個太空人 如果是11號 那應該就是Armstrong 和Adrian 就是這兩位太空人登陸的 三個上去 當然有一個 就是留在倉裡面 指揮 所以就沒有出到地面 原來 不說不知 或者不找資料 不知道 原來總共 不是一次上六月球 即是 美國曾經上過六 即是有六次登陸 月球的任務 成功將12位的太空人 就帶上月球 後來 看到他駕登月車 或者其他實驗 都是做了 但是後來登月球 就在1969年至1972年 之後就停止了 不知為何 但是這個 能夠在博物館展示的 這個就不是當年上月球的 其實你想到 因為上月球之後 其實他解體了 下來地面 就是這個救生浪 所以這個 應該就 解體了 在月球上面 我估計 一開始就要拍一支火箭 當然要回歸我們的主菜 現在就要拍它 拍得不太清楚 好 先秤開一點點 沒錯 就是這個 阿波羅11號的登月倉 還有這架 Discovery 發現號的穿梭機 好了 這些是背景 所以我衰衰地 把火箭拋開兩角 大家的畫面上多一點來看 好了,先介紹個... 嘩,差一點點 好,先介紹個... 我想如果有小朋友看,應該很想看這個 好了,這個燈熱窗 這個天索機先走到一旁 燈熱窗是好玩的地方 當然可以有內籠 當然裡面呢,因為小隻就不太多 但有兩個太空人仔 很明顯是沒有重力限制的 單手扶在這裡 想問一下小朋友 知不知道月球的重量和地球有多大分別呢? 地深吸力 沒有記錯,讀書一陣是六分一的 好了,這個是什麼太空人呢?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如果他們是11號 當然是Armstrong和Eldren 但似乎兩個樣子是一樣的 裝備也是一樣的 最重要是NASA Logo 最重要是NASA Logo 好,那筆 織本呢 看來側面目 哎呀,原來沒有頭髮 大家玩開之後就知道 戴頭盔就沒有頭髮了 所以跟現實一樣 戴頭盔戴帽的 就像我一樣 沒有頭髮的 看來,看來 好,好帥 背包呢,不能拆 但是這裡就構成了一個 很多時候都是積穩的 因為旁邊的位置構成了一個 好像背包的位置 把這個位置放上去 比例我也覺得滿意 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就是想要看 我覺得真的很棒 有少少地心 沒有什麼地心 失重狀態 這樣 浮一下浮一下 那這裡就走下來 那是不是這樣走呢 我還不記得 但是倉庫一定不大 好了 那看看這個 登月倉的 各樣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始終它三百多塊 精細度有限 但是呢 就有個登月倉 你說菜不早都太空人 我覺得是擠得下的 稍後再給大家看 那旁邊都是模擬一些 這些貧食人群 應該 那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動的 那組織絕對不難 那這個我請窗的 就不是我組織的 也不是 這個是波蘭那邊組織的 好了 我們試一下 把人輸進去 沒錯 是擠得下的 那是不是兩個都可以拿呢 我就沒試過了 那段鼓呢 都可以的 嗯 紛一點 紛一點 其實不對 當然他們那個它寵法就比較難看 就是好朋友那樣 相容 哎呀又不行 不行了 混水了 好 好 那看見這麼多便便到 是這些廢話來的 真是 好 這些可以動 形狀我滿意 我滿意 真的 像 又不是很大隻的 放在書桌記型仔 組裝好了放在家裡 不要太阻擋 顏色又不是太單掛 好 看看穿梭機 當然比例當然不同 穿梭機比較多 如果記得有看電視 也是小時候記得 打開機艙 有部份任務 好像衛星一樣 是否衛星 應該都是放衛星 那些太空人 當時就會離地 浮一下浮一下 這套衣服和這套衣服不同 當然 登月時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這套是九十年代 太空二來的 好像沒那麼臉重 我想是落到月球表面的需求不同 所以那個 顏色甚至是 厚度 或者裝備程度 都有點不相同 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 就有模擬 可以放衛星出來 你說活動的東西 就不多了 大小朋友可以夠夜玩 很開心 當然你收回來的時候 要把太陽能的 吸光板 或是發電 或是發電的 吸光板 先收回來 全部都要拆的 不用說了 這樣才能塞 當然可以塞 可以塞 你知玩積木最好就是這樣 整套衣服 還原一架正正常常 的穿梭機 這套衣服 形體 都不錯 不過這個套衣服 就不能收 因為那個精細度 問題 不能夠裝上 因為這個套衣服很薄 這裡放不到 進去 也可能是考慮 玩家年紀的下限 上限沒有所謂的 80歲玩都可以的 但是 可能最小是6歲以上的小朋友 那可能就 未必可以做到那個位置 或者大小問題 但如果你要作為一個 獨立的擺設 我覺得都挺像的 是寂寞來的 如果斜到很像模型 那你又 又不是那回事 所以 又不難砌 又多好玩 很有趣 在我後面那支火箭 因為彩不太圓 不停地震 那我就不如把它放低 好了 看到了 後面呢 很多人都會關注引停部分 是不是三個 忘記了 大致是這樣 那副譯可以動的 最記得呢 那時候經常拍攝 看電視 超速機降落 當然是 升上的時候 有4-7大上 有火箭 所以 會這樣上 但當時 上太空的力 就不是靠自己的 這個 機體的 發動器 而是一支很大的火箭 但降落 完全靠自己的 就像飛機一樣 降落而已 所以 經常都會拍攝著 為甚麼呢 因為當飛機去到 因為速度太高了 那他們用降扇 即是不同文行機 自己停到 用降扇 那這個降扇 就會放出來 於是 然後呢 就會經常拍攝著機尾 所以大家對穿梭機的尾部 是很熟悉的 另外一個感受很深的 這些防熱的瓦瓦瓦 這些也是 經常都拍到的 那為甚麼會變黑色 大家如果記得 其中一架穿梭機 很不幸地 出事 就是在發射的過程 裡面 一發熱瓦 後來 最初不是發熱瓦 是有些火箭的碎片 就撞了去 那最後 整架就 不幸 好不幸 就爆了 在鏡頭面前 那當然不單一次 另外還有一次 另一架穿梭機 都是上到 好像降落的期間 是出事 後來也是停了 太空任務 可能當然有另外的發展 都希望這些科技發展 能夠大家平安 可以越來越好 尤其這段時間 我們全地球都有疫症 那真的可能上太空 不是上太空避難 是上太空可能找到很多答案 因為最近都聽到一些新聞 就是一些 很多史前的 樹木的化石 裡面藏了很多不同的細菌 而這些細菌 其實是有幫助很多科研發展 這些我就不懂了 那原來 是這樣也可以 因為有些 盤古的 一些很久很久的細菌 可能是日顯示找不到的 可以幫助人類 在科研方面 或者藥物 可以發展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了 希望這些節目 可以和你家人一起分享 可以一起玩 可以帶給小朋友多一些太空知識 在這段時間 讓他們可以多一些 去學習多一些課外知識 或者一些 不是課外知識 或者是一些 深層一些的知識 希望他們大約可以幫到手 知道在哪裡買呢 就留意一下 應該有部分本色 是在香港有得賣的 有些可能會回到香港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 好了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